明镜书刊 与习近平达成政治交易 共出江泽民和曾庆红以求自保 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 我们请来外参杂志主编贺兰若女士 给大家详细介绍外参第62期的内容 贺主编您好 您好 为什么这次周永康案 没有像薄熙来案那样公开审判呢 周案涉及诸多中共高层秘密 其中不但包括贪腐事实 还有领导人之间的内斗 中共显然是不愿意将这些公之于众的 此点 从对周永康的判决中 没有提及任何与非组织政治活动 有关的罪名的做法就可看出 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 指的就是周永康及同伙曾经密谋政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曾在高法一份年度报告中明确指出 周永康和薄熙来等人 搞非组织政治活动 破坏党的团结 周永康论罪可判死刑 为什么最后只是判了无期徒刑呢 之前外界普遍认为 周的刑期至少应该是死缓 但这次却只判了无期徒刑 按照中国的法律 无期和死缓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外参第62期专稿作者认为 此判决结果显示周永康和习近平 应该是私下达成了某种政治协议 这点从周永康当庭表示 服从判决 不上诉也可看出 那么周永康和习近平 达成了什么样的政治协议呢 专稿作者认为 应该是周永康为自保 供出了倒习政变幕后主谋 江泽民和曾庆红 习近平应该很清楚 周永康再罪大恶极 也不过是个执行者而已 周永康和习近平是何时达成政治协议的呢 据专稿作者分析 应该是2015年3月底到4月初 人民日报在4月3日报道 周永康暗示称 3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 中央政法委员书记周永康涉嫌受贿 滥用职权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 经依法指定管辖 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4月3日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仔细对照 该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到 与非组织政治活动有关的罪名 其余三项罪名和周永康 最后被判决的三项罪名完全吻合 这说明周永康在被移送到天津一中院之前 就已经与习近平达成了政治协议 那习近平会拿下曾庆红吗 从今年年初开始 海外媒体大量报道曾庆红及其亲属的贪腐行为 近日与曾庆红儿子利益关系密切的戴向龙女婿车锋 也被有关部门带走 再加上中纪委网站上那篇引人遐想的批庆庆王的文章 综合这几点 专稿作者认为曾庆红很有可能在年内落马 另外2015年以来 包括人民日报 凤凰网和微信号 学习大国等在内的中国内地媒体 都曾撰文分析称 今年落马的老虎不会亚于去年的级别 这样的评论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 那江泽民也会遭遇与曾庆红相同的命运吗 专稿作者认为 习近平应该不会动江泽民 你最有可能采取的方法是 对江泽民不断施压 为而不打 等其自然老死 以江目前的身体状况看 习近平是拥有时间优势的 习近平又为什么不敢动江泽民呢 江泽民曾经是中共总书籍 代表整个共产党 一旦被知罪 则意味着对中共的全面否定 习近平投鼠忌器 因此不敢轻易下手 与此同理 习应该也不会轻易动 张德江 刘云山和张高丽 这三个现任江派常委 因为一旦将现任常委治罪 那就实际上国内外表明 中共最高层公开分裂 以往肯定要维护 共产党的形象和面子 另外 这些江派大佬都还保有一定势力 绝对不会轻易就范 他们若被逼急了 势必会输死一搏 以往是不敢冒如此大的风险的 当然 中共政局一向风云变幻莫测 各方势力相互制衡 因此 周永康案是否真的会波及到曾庆红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好的 谢谢贺总编 今天的明镜书刊到此即将结束 再感谢克里斯特夫的技术制作 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 下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 我们再会